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羽球 我们已经领教了羽毛球的迅猛球速 但在比赛解说中 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大力杀球 而不是快速杀球 可见羽毛球的力量 是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那么羽毛球运动员杀球的力量又有多大呢 24小时下面一起进入到现场 最近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 有一位羽毛球选手大力扣杀 居然把这个球硬生生地打到了西瓜里 这是一则在网络上风靡的视频 羽毛球打西瓜 很多人看过之后 都对羽毛球的力量叹为观止 也有人怀疑 这羽毛球和西瓜是不是做了手脚 重量只有五克的羽毛球 真的可以打进西瓜里吗 另眼看羽球带你一同见证 在这段视频里 负责把球打进西瓜里的 是韩国著名羽毛球双打选手李龙大 这就是李龙大 一位有着偶像般面孔 身材并不魁梧的羽毛球职业选手 李龙大和他的搭档郑载成 是世界羽团最顶尖的男子双打组合之一 为了验证羽毛球可以打爆西瓜的真实性 我们请来了两位专业羽毛球运动员进行测试 我叫黄尔达 我是99年3月1号开始接受的羽毛球 到今年已经是11年了 我现在在北京队 我是现役运动员 我是张远祥 现在就是北京队的现役 打锡过还挺没有 应该想都没想过吧 在测试的现场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李祥辰老师 已经架设好了他的科研用高速摄像机 如果羽毛球真的可以打爆西瓜 高速摄像机将会以五倍慢速 记录下这一瞬间 对于设置组 科研专家和运动员来说 这都是他们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测试 所有人也都对未知的结果充满期待 普通人用拳头想把西瓜打破 也要费一番力气 羽毛球真的可以打爆西瓜吗 首先上场的是张岳祥 他正是以杀球力量和速度建场的选手 另一位选手黄浩达上场 但愿他的运气会好一些 就在所有人都有些泄气的时候 黄浩达终于在一次尝试中 把球准确的打在了西瓜上 但是给西瓜造成的伤害 却是微乎其微 突破性的进展 还是给了大家继续测试的动力 黄浩达继续尝试 哎呀 这肯定是有问题 真的 绝对是假 他那鸡 就跟韩国西瓜有问题 打完之后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在刚开始那个 只有一个打进去是一个坑 它不会有裂开这种感觉的话 我说顶多是流出水 而且 我一下子感觉不太可能 打进去 打进去了 不太可能吧 那人家怎么打 它的皮 我告诉你 西瓜皮很重要 这个皮薄 换一个 这最薄的 真烈 这个西瓜明显皮更薄一些 球击中后留下的痕迹更深 但离被打爆还差得很远 哎呦 蹭破了 换一个吧 我之前就相信我能打人家 但是第一个上来 大后夕 我是让我给我一下把威 之后换了 跟我想象的就差不多了 西瓜被成功打爆 但美中不足的是 高速摄像机的红外传感器 却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 羽毛球打爆西瓜的精彩瞬间 没有被记录下来 信心十足的黄浩达 义不容辞的 开始又一次挑战 这个 你看这个轻松程度 来十个都进去了 为了能记录下羽毛球 钻进西瓜内部的瞬间 两位运动员再次尝试 打爆一次 可能有运气成分 谁也不知道 连续打爆西瓜是否可能 有经验 黄浩达轻松的再次成功 这次高速摄像机完整记录下了羽毛球打进西瓜的瞬间 在掌握了距离和力量的控制之后 用羽毛球打爆西瓜 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要不然惩罚的时候为什么要拿球打屁股 对吧 还是疼吧 一个人站在那边 另一个人拿着拍子 抡他吗 说明球还是 打上还是很疼的 所以才这样惩罚吧 对吧 成功地证明了羽毛球可以打爆西瓜之后 我们的测试还没有结束 把羽毛球打进西瓜里的这一次机球 到底有多大力量 这需要专业设备来精准测试 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湖水清研究员 正在为测试进行的准备 它带来了世界顶尖的精密测试台 这个仪器叫测试台 顾名思义就是主要是测量力量的 这个仪器也是国际公认 所有发表的科学论文 就是用到测试台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品牌的测试台 就是一切的精密程度非常非常好 测试毛球还没有 首先将会测试 运动员在距目标三米外 击球的力量 这正是刚才打爆西瓜测试的距离 第一个进行测试的是张岳祥 他向来以杀球力量大而著称 他在三米外的击球力量会有多大呢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 就是说测语毛球的这个扣纱的力量 第一打打出来的时候 当时还是一个平击动作 我也没有想到说 居然力量能这么大 重量不到五克的羽毛球 在张岳祥并未用全力的情况下 测试结果居然是750纽顿 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简化掉一些复杂的条件 大致可以把它解释为 相当于75公斤物体产生的力 这个测试结果让胡水清老师感到不可思议 他开始怀疑 是不是因为测试中某些因素的影响 导致结果产生了偏差 并不以力量建长的黄浩达上场了 在打西瓜的测试中 他首先打爆了西瓜 他的测试结果又会如何呢 那要怎么打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刚才横着 现在竖的 行 随你吧 好 走一下啊 这个力量比那个大很多呀 能使羽毛球打爆西瓜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我也没有想到说居然力量能这么大 而黄浩达换了一种击球方式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这个力量很大 身材并不回无的羽毛球运动员 为何能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 力量是球速的一个影响因素 但不是它的绝对因素 你击做很粗的那些运动员 你打球有时候这个球速并不快 超高速慢动作画面 和羽毛球专家将带给你答案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刚才横着 现在竖着 善于动脑筋的黄浩达换了一种击打方式 这种方式更接近于扣杀动作 而这次测试出的结果 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这个力量比那个大很多呀 哇塞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有1800 在三米跟台子有三米的距离 做了扣杀的动作 黄浩达的在三米的一个扣杀 达到了1800牛顿 也就是说相当于180公斤 这个在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居然能达到那么大的力量 1800牛顿 这是由并不壮硕的羽毛球运动员 作用到重量只有5克的羽毛球上产生的力量 这个结果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不恰当的和其他运动项目进行比较 前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的出拳力量 文明于世 据说他曾在一次测试中用拳头打穿了一堵墙 泰森体重99公斤 握推可以达到130公斤 他的右拳出拳重量达到了8000牛顿 相比重量级拳王 羽毛球由16片羽毛和一个球拖构成 重量在4.74到5.5克之间 直接接触侧立台的球拖 由一种软木制成 这样一个轻飘飘的东西 在运动员的全力扣杀下 居然产生了约合180公斤的力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这样大的力量 再加上相对面积较小的球头接触面 能打爆西瓜自然不在话下 队友的测试结果如此惊人 好胜的张岳祥跃跃欲试 他希望能打破1800牛顿的记录 张岳祥这一次也打出了1180牛顿的成绩 这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专业球手的厉害 在比赛中 大力杀球永远是观众最愿意欣赏的部分 充满速度和力量的羽毛球会带着凌厉的风声划过场地 这种杀球的声音让每一位业余爱好者羡慕不已 没有一位职业球手具有投掷运动员那样巨大的体重 羽毛球的重量可以称得上轻如红毛 那么羽毛球运动员是如何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的呢 首先是球拍的作用 在这段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笔直的球感在触球前的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弧度 在触球后 球拍自身的弹性充分释放 作用到了球上 中高端球拍所使用的原料碳纤维 既具备相当的强度 又有惊人的韧性 球拍是使羽毛球充分加速 充分受力的重要因素 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打球的人 职业选手的杀球动作非常协调舒展 可以把自身的力量最充分的作用到羽毛球上 高水平运动员并非天生神力 他们所拥有的巨大力量 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超乎常人的击球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是受到你整个身体各个关节的影响 特别是在起跳前杀球那一下 这个球速最快 那么这一下子你要把这个力传递上去 从踝关节 膝关节 腰关节 这些都能够最后传递给挥拍的速度传递力量 专业选手通过长期训练 可以使自己在乐器杀球的过程中 把蹬地 转体 挥拍的力量 最协调 最流畅 最集中的传导到握拍的手臂 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全身的力量 决定他最后出球的那个速度 就是看你挥拍鞭打的拍速 在最后出球的过程中 运动员会有一个类似于抽鞭子的动作 我们称之为鞭打动作 这个动作的速度决定了羽毛球的出速度 流畅的力量传导 再加上极高的鞭打速度 羽毛球便会以几百公里的时速急速飞出 无论是怎样的来球 运动员都会选择尽量在最高点击球 这样对击球的线路控制和力量释放来说 都是最有利的 很关键的一点是 高水平运动员在击球前 手臂会很松弛 肌肉过分的紧张会使力量过早消耗 并且丧失动作的弹性 在击球的一刹那 运动员迅速全力握紧球拍 把所有力量集中释放到球上 通过九倍速高速画面 我们会发现 杀球时 球拍触球的角度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九十度 球拍会击打到球的侧面 这样才会使球快速翻转方向向前飞去 羽毛球运动员的杀球力量 并不取决于人的肌肉力量 而取决于技术动作的合理与否 一般在羽毛球界里面 它很少去用那个重量来衡量你的这个杀球 而主要是讲的速度 这个整个肌肉发挥出来的这个力量 跟最后接球出去的速度 有的时候是不是成正比的 你力量越大并不就是出去的球力量大 关键是看你这个整个协调 百速这一下子 看这个速度就定了你这个球速 所以力量是球速的一个影响因素 但不是它的绝对因素 你肌肉很粗的那些运动员 你打球有时候这个球速并不快 按照之前的测试结果 专业运动员的杀球力量 可以超过一千八百牛顿 那么在比赛中 运动员简直打的不是羽毛球 而是一种杀伤性武器了 但事实上我们还从没听说 比赛中有人被羽毛球打伤过 这样强大的力量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次运动员的击打距离 由三米改为五米 后退两米之后 测出的数值又会有多大呢 张岳祥在这次测试中 击打力量达到了九百九十牛顿 但比起三米时最大的 一千一百八十牛顿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黄浩达的成绩比较稳定 基本在五百牛顿左右 这与他三米时最大的 一千八百牛顿相比 衰减了三分之二还多 两个运动员都是在五米扣杀的时候 比三米扣杀的时候力量要小很多 黄浩达刚才是一千八百牛顿 等到他五米的时候最大的才只有五百牛顿 在三米的时候 张岳祥最大的是大概有一千二百牛顿吧 到五米的时候最大的近日九百多不到一千 大概估算啊 我只能说估算 我觉得大概能衰减到百分之 百分之五十不敢说 至少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我们用最极端的条件来举例 一名运动员在自己的半场中间位置 杀球到对方场地的中间 直线距离就有七点八米 杀球的距离则更长 那么球到对方半场时 力量已经微乎其微 这种强烈的力量衰减 是由羽毛球的形状和材质决定的 羽毛球在空气中受到的阻力 远远大于其他球状的物体 所以千军之力飞行一段距离后 就会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 通过测试 我们还是对羽毛球可以产生的力量 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如果您正在和一位高手过招 千万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测的那个运动员的力数 还有包括我们测的次数 都不是就是量上不是特别特别多 但我觉得我们测试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一段视频曾经在网络上引起风动 林丹可以在任一位置准确地把球打进小小的球桶 这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将还原现场 有两位专业运动员测试 能否在远距离把球打进球桶 结果会是怎样 另眼看与球 下集同样精彩 请不吝点赞 看一下 陆行